我因為媽媽的關係 我開始超驚 我希望祝福她 你不用特別想她 你也不用特別不想她 她就是在 我覺得父母親對我們的愛是 她的本能 她的宿命 她沒有辦法抗拒 她不得不就是要愛妳 就是要關心妳 她對妳的關心 對妳的照顧 就是一直存在 因為太多了這種點點滴力 而且這種回想對我來說 是有一點心酸的 因為有時候我想到 就是我跟媽媽那麼好的 回憶啊 然後那麼 會有一點難過 我覺得我們家也只是小康 那我覺得 對我來說 所謂的復養 精神層面是更重要的 像我媽媽是一個 什麼事情都會提前做計畫的人 所以她可以讓我們從小就是 好像什麼事情都不用擔心 她都安排得好好的 準備得好好的 所以可能也是這一份 很完整的安全感 就讓我們將來在面對一些事情的時候 就會用比較正向 比較好的態度去面對 她覺得一個女生可能從小 學習像音樂啊 鋼琴啊 或者是芭蕾啊 對一個女生的氣質啊 儀態是有幫助的 但是我小時候超粗魯的 真的 因為我兩個哥哥嘛 我如果 不要被排擠的話 我就要 學習他們玩的方式 譬如說他們 一起出去玩幹嘛啊 我沒有辦法參加 但是我會在旁邊吆喝 欸 對 欸 什麼的 那有時候我媽媽看著我啊 那個眼神是非常擔心的 覺得偷偷露上說 姊妹 妳是女生耶 我覺得我跟他們一起去野的話 還是他們那個 那個手法 對 因為長得可愛啊 我們蕭信的家族裡面 就有一個女生 我命好 據說啦 我大概 三歲的時候 我媽媽就帶我去燙頭髮 那個時候燙頭髮 不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 然後我的每一件洋裝 都是 她請那個裁縫幫我訂製的 進演藝圈 也有符合我媽媽爸媽的期待嗎 我進演藝圈算是比較刻苦的 我剛開始是當 你是算一炮而紅的嗎 但是 就算是一炮而紅 我還是繼續的在 拍平面的一些服裝末路啊 我其實有一年比較特別 是除夕夜 然後 我早上拍完一個工作 然後到晚上拍完一個工作 大概八點 八點收工 我一個人拿著大包小包 又站在那個 中宵東那個順程有沒有 燉換門路 我在那邊等車 因為他們要來接我 也沒辦法大賽車 我算是比較刻苦的那種 然後後來我們公司的會計 就打去說 他說其實公司有很多的模特兒 都度假 可能在國外啊 在遊艇上啊 所以沒有人要接這個工作 但每一個工作對我來說 都是一種學習 一種成長 所以他沒有發現 我有太大的變化 譬如說我的交友 然後我的作息就是依照工作而改變 對 所以他們也稍微比較不那麼擔心 這是爸爸媽媽媽媽媽的作品嗎 關注我的作品喔 那些司機 喔 我都一定要的喔 那時候我們不是有拍什麼九點半的嗎 什麼真愛一世情啊 郭老闆的 然後 只要是有我的節目啊 他們一定都很準時在那邊收看 他說有一次我們在工作的時候 然後我在跟我媽講電話 我媽的內容是說 好漂亮喔 你那個怎麼那麼漂亮 然後我就說 對啊 是你生的啊 讓人漂亮啊 我就跟你說我旁邊的人 其實有時候都 不能量 對 我很好 然後很鼓勵我 但有時候的方向是這樣 就是我站在懸崖對不對 他們會說 你是老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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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飛 你會飛 然後就把我推下去這一類的 我剛開始 不能夠理解 就是為什麼沒有的事情 就是寫得好像真的一樣 印象很深刻的是 某一天的元月八號 那天是禮拜天 登了一篇報導 我這邊看有半版 然後內容寫的是說 我是某一個導演的緋聞對象 這個新聞放在現在 可能是不痛不癢 但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沒有的事情 為什麼要這樣子寫 我把附近所有的那個報紙 商店都買來 大概有三十幾份 然後我一回家我就 全部丟到垃圾桶 然後我媽就看我這樣 氣噗噗這樣子 她就把那個報紙翻一翻啊 她說欸 妹妹 開始上照片 啊 好漂亮喔 好 她說報紙如果廣告燈這麼大 要不少錢喔 可是後來想一想 欸 也對啊 就可能 這個事情已經發生了啊 我媽的照片很美 對 就是包括 後來網際網路開始發達 也會有很多的網友會質疑說 喔 我們會整形啊 什麼鼻子啊 什麼胸部啊 新聞 就我媽看了就 扮想 就轉過來看 我說 欸 妳這鼻子真的很高耶 然後我說 對啦 妳生的啦 她比較佛系 然後 就是很感謝她這麼多年 一路的陪伴我啊 媽媽就可能 不會沒有辦法參與 我的工作什麼的 但是我只要一回到家 看到她呀 然後跟她說說話 對 然後 嚐一嚐她的美食 我覺得媽媽在的時候 真的好幸福 我又是覺得 我幫我媽媽當成女朋友耶 我想要討好她 我想要取悅她 就她開心就好 就給她買好吃的 然後給她買衣服 而且我很慷慨 她喜歡 她喜歡 金條 對啊 我就是那種 瑞士的那種有沒有 我忘記是不是一公斤啊 那種就是一條 很大條那種啊 一條那種買一百多萬那種 常常送她嗎 常常啊 每年啊 就想到 想到就送啊 她很隨和耶 她甚至 後來在動這個大刀的時候 其實我很迷惘 她後來是洗腎 她要把腎臟拿掉 就醫生的建議 我就問媽媽的意見 她就一句話耶 她說妳做決定就好了 我相信妳 然後就是決定要洗腎 每一個過程我都在 包括她先做這裡的柔管 你知道我那天在幫她洗澡的時候 在醫院就是 我還在背後哭 然後我幫她擦背 我想說她以後是不是都不能沖水 沖到這裡 這邊完了以後就換手 手就是比較長期要使用的 然後常常會塞住 就是被血塊塞住 然後就要再開刀 再把她清一清 所以我那時候 我真的 我覺得我也很憔悴 像也要到大陸去工作嘛 我們到大陸的飯店對不對 然後那個造型師是晚上要來燙衣服 她說她怎麼聽到有一個人在鬼叫 因為我不知道耶 我自己在泡澡的時候 我就是在那邊大哭 我就很捨不得 我說她為什麼要 要遭遇這些啊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已經也是在一個臨界點了 這幾年我幾乎就不接長期的戲劇 你說幾個月的我不願意 然後短暫的我本來也不打算 可是媽媽跟我說一句話 她說她很喜歡看到我 在舞台上的樣子 她說她覺得我很開心 我到我媽走以前 我都沒有讓她知道她是 她是癌的 我不希望她覺得她的日子已經很接近了 所以我覺得希望可以產生力量 如果她相信我的話 我去跟她說我們有最好的醫生啊 然後最好的照顧啊 我說你一定可以的 後來主任就跟我說 如果像我媽這樣的狀況 不到一年就應該要走 我媽大概是五年了 我因為媽媽的關係 我開始超驚 然後我心裡想的是什麼 不知道能夠做什麼 還能夠幫母親做什麼 但是我可以天天超驚回鄉給她 我希望祝福她 你不用特別去想她 你也不用特別不想她 她就是在 每天拿起 研完墨拿起筆的時候 我會說欸 罵早 然後就是菩薩能夠 不管我媽在哪裡 真的 take care 她一下 心經已經超十年 如果不是她這麼愛我 然後激起我對她的愛 我爸爸很喜歡那個摸我的耳垂 很特別對不對 如果是講的話 她從小就叫我寶貝 對啊 我媽還叫我阿花 她從小就很喜歡帶著我出去啊 然後有一次她走走走 她就經過一家那個鐘錶店啊 然後她就在那邊看錶啊 我那時候好小 那時候大概幼稚園喔 我走過去說 爸爸你喜歡啊 長大給你買 威莫不會講 我有一次跟我爸去錢櫃唱歌 虧大 錢櫃旁邊有一家那個名表店 我爸說妹妹 我去裡面逛一逛 我說蛤 去裡面挑一支全店最貴 大概兩百萬左右 送 那是送給老爸最貴的一個禮物 還是還有什麼 我送給他最貴的禮物就是那個 對他一輩子的愛 對 治他一生不予匱乏 然後他需要我的時候我都會在他身邊 可能父母親對你來說只是 生活中的一個小的部分 甚至是你會忽略的一個部分 可是你小孩子對父母來講 真的是 就是他們的心頭肉 所以當他們的心頭肉 給他們一些問候啊寒暄啊 我覺得真的很要緊 再怎麼忙打個電話一分鐘就好了 或是我覺得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給他們希望 譬如說今天是禮拜二對不對 你可以說 喔下禮拜 下下禮拜幾我們一起吃飯 我有一個念想 大家好我是蕭牆 第三切旺旺孝親獎已經開始了 歡迎大家透過詞曲創作以及短視頻 來表達對爸媽的愛 孝順父母要及時 有空多陪陪他們喔